日前,李思新就拍摄了婚宴的一战式广告,以一身粉红色裙上战,那他可以说是少女未十足,而该广告他还要跟男模特在酒楼内大演对手戏,更有多个不同的主题环境。 李思新接受采访时就说,那个男模特很害羞,我跟他讲,其实你可以搭着我的肩膀,结了婚都这么久,都没有什么大感觉。 最近李思新也都经常担任司仪跟主持的工作,原来他对于从商也都有一定的想法,他就表示自己希望开一家晚装群的公司。 他说,跟老公指范枕峰讲过,最想做这个,因为有公开的时候,不用再花这么多时间,四处找衣服买衣服,自己也都可以sell,还可以做司业卖广告呢。 说到李思新,1983年生的他以香港演艺学院戏剧文凭毕业,在21岁的时候才加入到TVB旗下,而参加的首部电视剧集《赤杀印记》《四叶草》,而便已经担任第二女主,他也都凭借该剧而备受关注,人气急升。 后来李思新也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电视剧集,譬如《法政先锋》,《乱世佳人》,《最美丽的第七天》,《仙人简》,《蒲松陵》,《万皇之王》,《杰森艾的广城市》,《宁冤望族》,《幸福摩天伦》,《搜神传》,《乱世佳人》,《使法代言人》,《公主驾倒》,《寒山乾隆》,不过他在2014年便约马离开了TVB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